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个高尔夫教学博主 但是今天呢,我手把手教你们炸油条 跟着我这个视频,你们一定能做出比外面还好吃的油条 首先呢,先准备500克面粉 泡打粉20克 然后加入适量的酵母粉和白砂糖 这个是经过我多次实验自己改良的结果 现在配置350克温水,50-60度左右 把刚才加入的泡打粉、酵母粉和白砂糖与面粉混合均匀 然后再一次性的倒入所有的水 搅拌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些菜籽油或者色拉油 然后不断的揉,把它揉匀,揉成一个圆球 揉好以后就可以盖上盖子或者盖上湿毛巾了 然后等待一个小时等它发酵 一小时后我们看到它明显变大 我们给它拿出来 放到准备好的保鲜膜上 然后包好 多包几次 包好以后就可以放到冰箱里等待发酵 这个可以放一天或者两天 经过多次实验放两天的效果是最好的 第二天我们拿出来从冰箱里取出来 可以看到明显变大了好多 这个时候打开保鲜膜 保鲜膜打开以后先别扔 因为有可能你做不完 做不完还需要拿它包回去 先揪一坨面 然后给它压成一个薄饼 这个饼厚度一厘米 我们给它切成两厘米宽度的条 长度大概也就是八厘米左右 这个和锅的大小有关 如果你这个油炸锅非常的大 你可以做更大一些的 用手稍微压扁 压大一些 然后把两坨面螺在一起 找一根细筷子在中间压一下 然后再拧成麻花 拧成麻花的目的是 为了让它不散在油锅里边 现在我们放进油锅 别害怕 让中间进油 这样不容易崩出来油 我补充一下 一定要在压饼之前 往案板上放上扑面 因为容易粘 炸油条挺快的 我们翻几次 看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你们用的也是电油炸锅的话 那就是一直用最大火就可以 在自己家炸 主要是这个油放心 添加剂也放心 添加剂也放心 我觉得我做这个比国内摊上卖的还好吃 住在法国南特的朋友 欢迎来我家品尝 每一碗的面 可以收冰箱里去 如果观看人数非常多的话 我会开一期做油条的直播 谢谢大家 欢迎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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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